你认不认为鲍雷的情商以及他的说话艺术都甩路易一大截 虽然路易是大家口中的温柔绅士男 可是在鲍雷面前 他说话的艺术真的逊色很多 比如在采访中 路易谈到妹妹鲍丽和妹夫郭金飞的时候 路易是这样评价他们的 我妹夫比我调皮多了 说到自己的小姨子 路易的评价我妹妹没有她温柔 当然路易口中的她自然就是指自己的老婆鲍雷 鲍雷有一个亲生的妹妹叫鲍丽 鲍丽的丈夫是郭金飞 所以路易和郭金飞他们是联金关系 在北京的农村老家会形容这叫一条杠 而路易说这话的时候 满脸的优越感 尤其说到自己的小姨子不如老婆温柔的时候 她哈哈大笑起来 二 说实话 姐夫这番话本身就很调皮 当然也有一点 不是特别尊重妹妹和妹夫 一旁的鲍丽感觉到这番话有点欠托 接下来鲍丽的临场反应就场 是既给足了老公路易面子 又给妹妹妹夫救了场 比如说到妹夫比路易调皮的时候 鲍雷的反应是先瞪大眼睛 后闭着眼睛点头 这个表情有点复杂 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这个观点呢 聪明的鲍雷懂得任何时候都不驳回老公的面子 但是又为了表达对妹夫的尊重 所以闭着眼睛点头 三 而说到自己的妹妹性格不如自己温柔的时候 鲍雷脸上没有笑 也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优越感 而是替妹妹着布 鲍雷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我妹妹是导演戏 女导演 她呢主意多 然后就她做事情特别认真 逻辑性可能更强一点 发现了吗 鲍雷评价妹妹不是没有我温柔 而是她是学导演的 主意很多 逻辑性强 就是把缺点换一种方式 用优点的方式表达出来 所以这既给了妹妹面子 又没有驳回老公的面子 四 鲍雷的这个出发点 是又善良 情商又高 又能顾全大家的面子 看到这里 你认可鲍雷说话 比鲁易更有艺术吗 条元说鲍雷的颜值 在娱乐圈中 也不算是倾国倾城的 为什么她就那么幸运 能够牢牢地抓住鲁易的心呢 其实小八八个人觉得 在一些情感上 经验上 甚至格局上 鲍雷比鲁易还要大 她是那种真的大智若鱼的女人 看似说话做事像小透明 但只是性格不张扬而已 其实她是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一定要用力抓住 什么时候要松弛 5. 鲁易在鲍雷面前 有的时候就真的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两个人属于你在这方面 能拿捏得住我 我在那方面也能拿捏得住你 比如有一次 鲁易回忆和鲍雷吵架的日常 说到这里 鲁易就笑得脸都红了 笑得五官紧急集合 她说 有一次两个人吵架 吵完之后都不说话了 这时候 鲁易就突然从后面抱住了鲍雷 而在气头上的鲍雷 也会扯着嗓子喊道 别碰我 6. 而这个时候呢 调皮的鲁易就会对鲍雷说 你这句话 嗓音怎么那么难听啊 就是这句题外话 让鲍雷瞬间就不好意思了 就再也不会生气了 之后呢 鲁易也会夸赞鲍雷 哎呀 你生气的样子真美 鲁易真的是把偶像剧里面的桥段 带到了生活中 而鲍雷也总是给鲁易面子 他的温柔 他的贤惠 他的顾家 以及他的实大体 真的是让人挑不出毛病 所以与其说是鲍雷 依附鲁易生活 不如说他是鲁易感情中 人生中的定海神针 鲁易像地球 那么鲍雷就是一颗太阳 看似稳然不动 但却让地球围着他转 他们的感情就像行星围绕着恒星 完美 幸福又牢靠 接下来说 鲁易带娃特意吃炸鸡 喝冰饮挑衅鲍雷 他的沟通太智慧 每一句废话 鲁易看到刘云和郑军的生活之后 他不绝对夫妻吵闹不好 反而开始羡慕他们家的相处模式 甚至喊话 我家鲍雷什么时候作一作我呢 一 因为他觉得 自己和鲍雷的生活太恩爱了 觉得有点太平淡 没事就想找一点假吵一吵 这不 提开鲍雷之后 鲁易一回到家就吃违禁品 就吃违禁品 就是炸鸡喝冰饮料 还有可乐 不仅自己吃 还带上两个女人一起 在平常鲍雷是绝对不允许他们吃的 鲁易说过 平时自己想喝冰饮料都是不可能的 要对鲍雷撒娇 偶尔才能喝一次 所以这次鲁易就是故意挑战鲍雷的权威 带两个女儿一边吃一边炫耀 那个嘚瑟的劲啊 二 不少小伙伴吐槽 鲁易哥这是彻底放飞自我 回到家就开始作了 看到这一幕 陈乔恩 邓军 刘云这也跟着起哄说 这 这也太嚣张了 不能忍 看到这里 小八觉得鲍雷可能会真的生气 然后把鲁易大骂一通吧 可是现实并没有 鲍雷第一时间打过去视频 第一句是说 老公 你是怎么想的 假装生气说 你来了我揍你 语气依然那么温柔 三 他假装生气 但脸上是笑呵呵的 说实话 这个反应出乎小八的意料了 要说不生气是可能假的 但是聪明的鲍雷 很懂得在外人面前给老公留面子 这次是看到大家都替自己说话了 那自己也就不责问鲁易了 鲍雷绝对不是泼妇类型的女人 当聚餐结束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 鲍雷又和鲁易语音 看来他内心真的很介意这件事 前面在当外面人控制情绪 再次打通后 鲁易开门见山告诉鲁易 你今天真的很过分 在家吃鸡腿吃兵不健康这种 鲍雷说 然后所有人都说 不能忍你太嚣张了 四 这就是鲍雷对鲁易的责备 说实话 还是出乎了小八的意料 虽然语气有点责备 但是声音依然很温柔 一点没有咆哮或者生气的样子 最后还吐槽鲁易 就是一个长不大的臭屁孩子 怎么办呢 你看 就是可能放在很多妻子身上 会吵一通的时候 鲍雷用温柔的语气提醒他 你这样是不对的 说实话 男人如果想作的时候 妻子理智的沟通比咆哮更容易解决问题 可惜很多人气愤时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五 鲍雷的脾气是真的很好 从来没有见到过他有情绪暴躁 或者跟人吵架的时候 说实话 感觉和鲍雷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 很难吵起架来 就比如平常鲁易开错车迷路 鲍雷也不会生气 更不会指责丈夫怎么这么笨 而是会安慰鲁易 没关系啊 我们正好借机会兜兜风 鲍雷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不好的事情我不仅不埋怨你 而且还会缓解你的焦虑和挫败感 而好的事情呢 在他的衬托下就变成了锦上添花 一个情商高的女人 一个懂得感恩的 脾气好的女人 真的会大大提升生活的幸福指数 相信即便不是遇到鲁易 鲍雷也一样会把婚姻经营得很幸福 你觉得呢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